好,我们就开始修世界差别 闭着眼睛,你不用看 你坐在这边 跟着你的呼吸 觉知它的呼吸是入和出 入戏你要知道 出戏你要知道 其实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个呼吸而已 这是我们最宝贵的 对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呼吸就死了 因此这个呼吸是非常宝贵的 对我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 比百万千万亿万都还要重要 是吧 如果你不能够呼吸的话 死了,死了,钱对你有什么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也不是说不需要钱 你还是需要一点 至少能够维持生活 那就够了嘛 何必去 太辛苦 对吗 不要去想要把钱拿去投资 什么等等 这些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防了烦恼 然后注意这个呼吸 呼吸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能够呼吸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资产 然后我们去注意这个入戏跟出戏 好 从呼吸你看到什么东西 没有东西 但是你可以通过壁纸 感觉到啊 感觉到什么东西 空气嘛 这就是风买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佛陀讲 风里面有六种 上行风 下行风 残内风 残外风 还有肢体循环风 还有露出戏 这六种东西 而露出戏 它是在最后讲 这四大里面 它是最后一个就是露出戏 我们不要理它 什么上行风 下行风 腹内风 腹外风 或者残内风 残外风 或者肢体循环风 肢体循环风 等你进行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现在我们只是注意 佛陀所讲的 露出戏 这个风 你说它是不是风 不同意 你就把指甲 放在你的手指 放在你的鼻孔前面 你看你吸进去的时候 不会感觉日 你呼出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日 这个风是日 对啊 所以由此可见 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很高 你们那边因为现在进入 秋天了 也是凉了 跟我们这边温度可能差不多 我们这边才晚上 大概十度左右 现在白天大概 我看几度 现在我们才十五度 所以 因此温度都是 凉凉的 不是很 所以因此 你看你的手指 放在鼻孔前面的话 你可以知道 它的呼吸是 呼出来是日的 对吗 所以 这就是叫做露出戏 等一下我去开一下门 好 我们知道这个露息是 露息进来是凉的 出息出来 出息是热的 为什么你会知道冷跟热呢 火大 所以你看 你就找到第二种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 你找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 风大 好 我们继续看风大 你在吸进去的时候 肺部膨胀 然后 你的胸也就停起来 胸的那个肋骨是 很有弹性的嘛 对不对 但你的胸部膨胀的时候 那个肺充满了空气 那个是风大 肺是地大 肋骨是地大 身体的皮跟肉包住 那个是地大 对吗 但是 你通过感觉 这个呼吸 露息是凉的 出息是热的 这个是火大 所以你看 你已经看到多少东西了 你已经看到了 风大 对不对 火大 以及地大 那么你继续看这个风大 膨胀的时候 肺膨胀 胸骨 胸的肋骨也 跟着弹起来 膨胀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支持嘛 这支持 然后你再觉知 你吸进去的时候 那空气会压下去 他因为它膨胀 他就把我们的腹腔压下去嘛 你去看我的 这个视频 我点赞的视频 有一个视频非常精彩 就是那个腹肌啊 也就是横割墨啊 横割墨是薄薄的一层 墨来的 还有一点肉在上面 它膨胀的时候 它像两片那个 柔软的那个 像那个 怎么讲 像那个荷花这样的叶子这样 它两片大大片压着那个 那个我们的腹腔 这个我们的腹腔呢 就因为这个空气的压力推动 它就把它压下去嘛 你自己感觉它嘛 它就压下去 就像两片荷花的叶子这样 它压 压下去 压下去的时候 这个腹腔里面的胃啊 肠啊 肾啊 肝啊等等 就开始动了嘛 就开始在那边操作了嘛 就开始肾能够泌尿 小肠里面的食物慢慢就跑到大肠 然后 你就可以去大便了嘛 等等嘛 就是因为这个推动的力量 你大便到了大门口 到了干门的门口 你不知道 你知道的 你知道 然后你去找厕所了嘛 然后你去找厕所 你再挤一下就出来了嘛 那就是推动嘛 那就是风的力量在推动 所以它并不是要你坐在这边来感觉的 而是你随时随地 你的心要细 心要懂得观察 看是什么东西在发生 不要在那边胡思乱想嘛 时间有限嘛 我们人很快就死了 呼吸一停就死掉了 你懂得什么时候呼吸会停 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因此 你还要把时间浪费掉 根本没有办法浪费时间的 时间太宝贵了 对不对 所以好了 我们观察完风大 风大里面两种特征我都讲了 支持 空气在里面的时候 它支持这整个身体 支持那个形状 推动就是你 它的压力产生推动力 这个推动力使我们的肺膨胀收缩 心脏就跟着跳 肺就跟着消化 蠕动蠕动 蠕也跟着消化 蠕动蠕动 对不对 大蠕也跟着在那边 把那个粪推推推推到肛门去 那么肾也跟着操作 挤一下挤一下 然后就可以在那边 把那些血液跑到肾去 然后就过滤了 过滤了之后就 变成了尿了 就是这样的道理而已 尿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 没有用的东西就排出来了 笨也是这样 所以都是要靠这个风的推动 它才会操作 这整个身体的推动力 就是靠肺 主要就是靠肺 当你的肺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看那些人中了新冠 一下子就死掉了 为什么 它没有了推动力了 肺一受感染 肺炎严重 肺都不能够操作 就停了 整个机器就全部停了 结果不能够呼吸 心脏也停了 那不就死了吗 它就是这样的道理而已 哪里有人死 没有人死 你不要以为我是乱讲话 我是跟你讲真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 没有人死 我们以为有人死 那是我们自己在胡思乱想 所以你就通过观察 风大的支持推动 你看见真相 里面就是这样的东西在做 没有人在操作 哪里有人 你看到的就是纯的低水火风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看到 第二种 刚才有看到火大 对不对 我们从后面看上来 温度 通过感觉温度 你静坐 你也可以感觉温度 你们那边秋天开始冷了 凉了 结果你要披上 加一条被子什么等等 才会保暖 我们这里也是这样 早上打坐的时候 都要加一条被子 才能够保暖 不然的话 你会冷到 冷到就感冒了 感冒了 你不就生病了 为什么会感冒 因为身体的温度的关系 身体的温度是37度 如果你冷到 外面的温度才15度 你衣服太单薄 那你不就是感冒了 那你不就是感冒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而已 所以必须要加衣服 添加衣服 添加个外套 毛衣等等这样 这没有法子的 必须要调整 自己的穿衣 这样的话保护自己的身体的温度 使他不会受感冒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温度就是冷跟热而已 那就是火大了 如果你的心细的话 你静静的做 你可以看见全身是在烧的 那个火在那边烧的 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的 我是我亲自见过的 全身的那个皮包着 那个身体里面那个火都在烧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热的 你只是看见那个火在烧 小小的火 很多 千 算千算万的 那个小小的火在烧着 不要怕 他不会烧死你的 他就是37度而已 37度的火 你会想 这怎么可能 哪里有37度的火 火都是要100度 谁说的 只要有温度就有火 明白吗 太阳的火可能是几千度 我们身体的火就是30多度 明白吗 所以那个就是火 因为它有温度 有温度就有火 你看为什么野外会产生野火 因为它是闷着里面的火 火闷着里面 闷在草堆里面 慢慢火就越来越温度越高 然后到了100度的时候 砰一声就烧起来了 那才叫明火 懂吗 我们的这种身体灵火 叫做灼火 跟明火是两回事 所以他们西藏不是有修灼火 钉对吗 那就叫灼火 灼火就是它不会烧你的 它就是保持那个温度而已 就是你修灵 一直觉知身体的那个火 那就叫灼火 然后你一直维持那种 感觉知道那个火的温度 然后那个火就会越来越渗 冒险 全身都在那边 有那个感觉到那种火 这种就叫灼火灵 其实就是修火大而已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你可以修任何一种 钉 地大的钉 水大的钉 火大的钉 或者风大的钉 什么是风大的钉 按半念 按半念就是修风大的钉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就讲完第二种了 这就是火 火就是冷跟日 如果外头冷 你的身体温度高 你要添衣服 如果外头热 你的身体里面37度 你哪里还要添衣服 你把衣服都拿掉了 你就算穿一条背心 都嫌太热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火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火大 觉知它 接下来讲第二种 第三种 我们讲完风大 讲完火大 现在讲水大 水大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感觉 眼泪 口水 汗 汗 尿 或者首歌破了流血 那就是水 所以水大 你能够感觉到它的 它会流 它会天 这就是水大 所以你不一定要坐着 盘着腿才来感觉水大的 平常一直观察自己 知道吗 最后地大 刚才就讲了 你感觉身体里面的肺在膨胀 收缩 那个肺就是地大 你感觉心在跳 那就是地大 这是会跳的心脏 因为还活着的 你可以感觉到胃不舒服 那就是地大 因为胃酸里面有问题 而且胃里面太寒 还是怎么样 所以你才胃不舒服 因为胃需要吃温暖的东西 而不是吃冷的东西 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吃冷的东西 一下子胃就不舒服 因为胃需要温暖 懂吗 你不要吃冷的东西 不要吃冰水 不要喝冰水 不要产生吃冰淇淋 你吃那些干嘛 你不是要弄伤自己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去吃那些东西 热天也不能够 更加不能够吃凉的冰凉的东西 热天你在吃冰凉的东西 你直接就是把那个胃 把它杀死了 对吧 脾胃的是需要温的 不是寒的东西 冷的东西 这就是养生的道理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懂的地大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地方的地大 手脚为什么会冷到 就是你的那个地方 那个身体的温度没有在那一边 当你的身体没有温度在那边的时候 它外面一直冷的话 你就受寒 然后你就不舒服了 所以就叫风式 风式就是因为它有风寒 又有湿气 所以那些筋骨啊 肌肉啊 就会有风寒的作用 尤其是背 两个背的肩胶骨 老人是特别严重的 我也是 常常我一直小时 只要给它冷一次啊 我就受不了了 我要弄了几天 才能够把它弄温暖 非常辛苦的 为什么 因为肩胶骨需要温暖的 而且那边的肉非常薄 那就是地大来的嘛 它的火不够 火都是在毒子那边 所以因此肩胶骨常常冷到 冷到的话 结果你就要去搓了 揪了挨揪了 谁可以跟你肩胶骨挨揪 自己都做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躺下来 自己用身体来搓它 搓那个船 搓它给它温暖 对不对 没有办法 谁有这样嘛 不然谁帮我们弄 所以要懂得养生嘛 保护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来修行 所以这个是地大 地大里面它直接就有火大 因为我们是祸作的 死的话呢 全部都是冷的 这个地大就是保持 恒温啊 就是外面的温度几度 它的尸体的就变成那个温度 就叫恒温了 如果人死了 我们本来是37度 外面如果是15度 它就降了嘛 它的温度就降了 然后血液就凝固了嘛 所有的水分就停止流动 然后就开始腐烂了嘛 所以这就是地大 地大的物跟火大 跟水大 一起在操作的 所以你一直在观察自己的身体 你就知道 越来越清楚 这个身体不是我 你会越来越清楚 你一直修的结果 你会越来越肯定 佛陀讲的是真话 佛陀并没有骗我们 佛陀告诉我们的是真的东西 所以你才会恭敬佛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不是在迷信 你知道吗 我们修到我们能够了解真相的时候 我们对佛是非常虔诚的恭敬的 不是迷信 不是那些乱说话的 你们在拜偶像 你烂的去说 这些人去诽谤 烂的去诽谤 不管他 这些人诽谤 会下地狱去 烂的自己去造恶业 不要管他 因为我们没有叫他造恶业 他自己要造这样的恶业 是他的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修 好好的认识自己的身体 当你认识身体 只是三十二身份的时候 然后通过继续观察 他的风大 火大 水大 地大 你就越来越清楚 他就是三十二身份 就是地水火风 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的存在 你会清清楚楚的 一直看见这个东西 这个真理 当你一直看见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再也不会害怕了 再也不会怕死 哪里有人死了 死是我们自己在害自己 自己在吓自己 懂吗 愚痴的人 他自己在吓自己 他想到死 他就怕了 他就 我死了 没有人死 只是这个所造是坏掉而已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本来就不是我的 这个身体本来是自己 来的 自己来 自己去 跟我无关 你必须要这样看他 你才会明白 我都所讲的话 他其实这个身体 你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 一点都不相干 是我们愚痴的一直抓取他 认为他是我的关系 然后我们一直认为 是我 我 我是某某人 我是男 我是女 你一直在骗自己 你一直在不停地在骗自己 而且这种骗自己的背后 是一个很愚痴的念头 因为你不去修正确的法 不去按照师父所教的 去修正确的法 不去正确的观照 然后你就一直在 被愚痴的念头所控制住 知道吗 好 我们今天讲了这个 怎么样去觉知和观察 四大就讲完 当然要讲 可以讲很多 这个一点点就够了 让你自己去体验 让你自己去安静的下心 自己去修就比较好 这样比较重要 好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问题 可以问一两个 有吗 有问题要问的吗 有哪一位 没有 好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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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的 倒向猪肉精 愿以此功的 为正念 谈缘 我以此功的 为向猪有情 愿猪有情众 下午再见 拜拜 拜拜